沙头的关系身边队友的反应各个都不同 特别是小胖 你们看小胖只是从沙沙身后拿个行李就一脸紧张的样子 特别是小胖拿行李的手稍微靠近沙沙的方向 大头立马扭头去看 也理解了为什么小胖看见沙沙过来坐身边时 吓得立马换位置 一看就知大头私下肯定没少吃醋 还有方国直播时被问到沙头是不是真的是 我好羞耻啊这个问题 方伯你别紧张 我等你说沙头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我都不知道等你回答我 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比我知道的多 我们知道的多 是这样吗 这一句家属感的女家头哥 直接让我在坑底更加的坚定 嫁给大侧子我不知道 嫁给犯子 你追求人家吗 你问我怎么算的 你追求人家就完了 我怎么听这话的意思是小胖单身能追 大头就不一定呢 大头自己对小豆包的态度也很明显呢 进场时沙沙站在大头身后 因为沙沙怕黑 大头就把沙沙护在了自己的前面 不得不说大头有时真的很信心 让人感到很有安全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